在上节课程里边我们讲到了 对于孙程的资产列表要进行归纳 然后呢要分析出哪一些宿主机 然后宿主机上面对应的这个类型是什么 还是KM还是Docker 对于这一部分宿主机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一讲 怎么去实现它的归类 首先你想我们之前的扫描 已经有一份结果存在了 MyCircle的这个House Login For这张表里边 第四章节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我存在那张表里边的数据 我们要提取来 然后呢进行不断的更多探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探测更为合理呢 这个时候呢就约需要我们要生成SNK了 要把SNK呢要取到了 怎么来取这个SNK呢 在第四章的末尾阶段内容里边 我有讲过刚于SNK的这个选取 这部分内容呢 请大家再参考一下第四章的对应的小节 讲到SNK的这个小节 我们要生成一份关系字典 也就是SNK唯一的这个 因为既然是字典 它要求是唯一性 所以我们的SNK呢 就作为它的键 然后值呢 就是对应的 它这个设备所对应的IP了 这个呢就作为值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根据这一份得到的这个关系字典啊 然后进行批量的S去登录 然后去探测上面的进程是什么类型 如果是有Docker的进程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台宿主机呢 就是Docker容器的宿主机 那么以及把这个对应的这个 KVM ESX对应的进行归纳 那么得到这些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结果呢 进行分离 然后抽取出一份列表出来 然后告诉我们这些IP列表里面呢 就是什么Docker的宿主机类型的列表 然后KVM的列表 以及ESX的列表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把宿主机的类型 和对应的宿主机呢 都可以提点出来了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实现的一个逻辑 好了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工程里面 我们带大家来输一下工程这一块 在同样是mainpy这个文件 同学们开始看到main函数里面 在这个地方 我又讲到了 对于主机的信息去从分类存取 这个地方呢 开始呢 就是对应的生成这份关系字典了 就是用来生成关系字典了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 再标注一下 那这样的话 同学们可能会 查找的时候 非常清楚一点 那么这个 theutory rulers呢 就是进行生成 这份关系字典的 核心的一个类 那么run呢 就启动了 关系字典的生成 我们到里面去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同学们看到了 我的返回 返回就是key iprelate 那么顾名思义 就是SE 它的对应的这个key 以及对应ip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字典 我们会看到 它是一个字典数据的返回 那么怎么生成的呢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方法 就是init unique key 那么同学们 仔细去看整个这一段的代码逻辑呢 就是在第四章 三章一四小节里面 我们讲到的这份代码逻辑 我们会先去取这个对应的设备的SN号 如果SN号没有呢 就会去取UID的这个号 如果UID号没有呢 就会以Mac地址呢 作为这个key 因为这三个值呢 都是可以作为唯一性的键的 所以我们这三个值呢 正好又是在 第四章的资产扫描里面 正好有可以都可以获取到的 我们只要需要对应的 进行逻辑的判断 然后把对应的值呢 附给一个新的变量 就是SN key 那么有了SN key以后 以及IP的这份列表 字典返回来以后呢 可以接下来继续来进行处理了 那继续的处理是干嘛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gethost type 就是用来去判断 我的这些机器列表里面 都属于什么类型的 那么我们根据上面有了这份列表 传递给这个gethost type这个方法 这个里面呢 同学们会看到 我在最前面定义了一个H 下话前type的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呢 里面有三个对应的进程名称 这个进程名称呢 是可以改写的 因为根据我们实际的情况不同而言 有的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之前上节课里面讲到的 如果是对docker进程来进行判断的话 应该是docker单独这个进程 但是与docker的版本不同 我们现在用的是17的版本 所以在17的这个版本里边 docker启动的进程呢 叫做docker-container的进程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是docker进程了 同学们呢 如果是实际的环境 也可以跟你具有你企业的实际环境呢 来进行改写 改写这个进程的这个名称 那么同学们看到 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根据这些进程名称 然后不断的用ps-ef进行登录 并且用ps-ef呢 去查找是否有对应的内容 有这个进程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这样的话我就生成了对应的kvm的一份列表 然后呢也生成了一份docker的列表 然后呢也生成了一份vmx的列表了 然后再整体的把这份列表呢 以这个字典的方式呢 进行返回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返回到了一个结果里面 那么返回到这个结果里面呢 这个里面呢 就是又包含了我所有的这个关系列表了 接下来呢 我在这个地方显得会有点多余 我还会把它分离 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直接就获取到对应的这几份列表就可以了 那么我会在这个字典呢 然后对应的去取出这个内容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点多余 那么我们把整个这个p-related的这个dict里面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对应的几份件 就是以它的进程名作为件 值呢 就是对应包含的这个ip列表 那么有了这一份内容呢 我们就可以再进行分离 分离中就能取出对应的每一个docker的输入机 IP有哪一些 KVM的输入机IP有哪一些 然后以及VMVL的输入机有哪一些 这个呢 就是用来做的这一部分的工作 那么我们可以整个来执行一下 然后呢 我在这里加了一个打印 打印这一部分内容 resul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能否把对应的内容呢 打印出来 那么我们执行一下 在 我客户单就执行这么一部分的这个程序 好了 这个我们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结果 是否有生成对应的一份列表 因为我的局域网环境里面呢 当前是有一台机器 有部署的一个docker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份列表有没有生成 那么 同学们会看到我的result里面 第一个打印的就是docker列表了 那么同学们看到 我的docker呢 这台机器的IP列表呢 就是 192 168点 里面只有一个成员 就是这一台机器了 所以 这个呢 就帮我们整体的执行呢 就把整个的 获取的docker的这份列表呢 整个呢 就返回给我们了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 这一部分内容 宿主机的IP列表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对这份宿主机的IP列表 进行足够的成员关系的梳理 以获取宿主机和成员机器的一个关系 好了 那么今天就先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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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